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俱舍论 俱舍论我们昨天讲了一下说业有无标业和优标业 也就是说优标业它分生之优标业和愚之优标业 我看昨天有没有有些金刚道友讲的话 也基本上是了解了 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我前一段时间也当天比较吵 因此可能没有讲好 昨天我们前面生有无标业的时候 大家应该明白的有这么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们有不总承认生有无标业 是一个透明的设法 有一种设法 但是这个设法他们认为 我们分的现舍和心舍当中 他们认为这是心舍 这个认为是心舍 所以如果是心舍有两种过失 因为心舍有形状的或者是长方形或者是四方形 这样的 昨天我们说的 他们所承认的这个身有标舍 他承认为是一种舍法 并且这个舍法他认为是现舍 心舍当中 心舍的一个舍法 如果它是一个心舍的舍法 有两种过失 什么样的两种过失呢 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心舍是身体所接触的对境 大家都知道身体 闭着眼睛你去摸的时候 哦 这是长方形 这是拖远性 有这种可以感受的 身体可以接触的 然后心舍眼睛也可以看到 这样一来一个法就成为两个处的对境 也可以说是产生两个处的过 就是有这个过失 所以他们又不宗呢 为什么是他们有这个 昨天我们说是称二所取 称二所取的我们给他们发抬过的时候 如果你们这样承认的话 那么你们有始终成为二所取的过失了 有二所取的过失 为什么是二所取的过失呢 如果你承认它是心舍的话 那么眼睛所看见的对境也是这个业 有不要业 然后身体摸的接触的对境也是成了有表业 所以有两个过失 一个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昨天他们讲了 说尤其是独自布他们的观点 他们说一切万法相续不是无常的 相续是无常的最后他相续灭的时候有无常的 但是刹那刹那并不是无常的 这是他们的观点 然后我们给他发抬过的时候 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永远不灭了 有这样的过失 后来他们说永远不灭的过失是没有的 他未来坏坏的因 未来灌带坏坏的因 所以终有一天会无常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 以后遇到其他的铁锤打烂的时候 这个就是未来坏坏的因 这样的时候我们下面给他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如果他灌带未来坏坏的因的话 比如说火焰它就变成四瓶的未来坏坏的因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第一刹那的时候 它所燃烧的这个并不是很显眼的 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这个火焰 因为通过火焰的不同 刚才第一刹那不太显眼的颜色完全已经摧毁了 完全已经摧毁了 如果你灌带未来坏坏的因的话 那么第一刹那的显示改变是依靠未来的火焰 那么这个火焰既是第一刹那的坏坏因 又是第二刹那更加显眼的因 它就变成两个因的过失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昨天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当时可能讲得也不是很明显的 因此你们为什么对方有这两个过失呢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它真的要成了灌带未来坏坏的因 那么这个火焰也是变成一个是坏坏的因 一个就是更加显眼 更加磁瓶最后烧得更加显眼的 这两个因都是用火焰来做的 所以它就有这两种过失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还有就是有一种过失 如果你们的游表业是星色 如果是星色的话 那么围乘也应该有形状了 如果你说围乘有形状的话 那么所谓的你们的无分围乘不成立了 因为无分围乘他们认为是没有这个形状 有形状的话它有方向了 所以这样一来你们的无分围乘也是不成立 好像有几个方面来过失 所以这是金布宗和游布宗的泰国 然后金布宗他自己是怎么承认的呢 从金布宗义上他们虽然承认是一种 承认什么呢 身游表色的业 这种身游表业并不是像游布宗所承认那样 诚实的 实有的 这样的实有的形色他们都不会承认的 他们承认的什么呢 真正的业应该在心里上的业 所以一般金布宗义上 他们把业应该安立在心里上的习气 心里上的习气真正的身体不是业 但是《据手论大书》里面也是说了 所谓的身体和语言它能帮助完成业 比如说我身体磕大土的话 那么真正的业就是心里的业 但是身体磕大土实际上是心里的善业 用身体来完成 因此这个叫做四座业 为什么叫四座业呢 因为通过他的心里 通过他的身体或者通过他的语言 能完成心里所想的业 所以真正的业在心里上面安立的 这是我们所有的 尤部宗义上的观点应该是相同的 这样一来包括小乘的 《据手论》义上也实际上 《据手论》的讲义就是诸诗的话 承认是尤部宗的观点 那么尤部义上的话 所谓众生的业不在外面成熟的 我们《白业经》当中也是说了 所有的善业和恶业 它根本不是成熟于地水火风上面 而是成熟于众生的心的相续上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心的相续上面真正会成熟所有的业 所以业的本质应该在心里上安立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讲 愈有表业 所谓愈之有表业 即之愈言之胜应 我们昨天分的胜之有表业 胜之有表业的话 可大兔或者杀生通过心所引发的身体的无表业 这叫做优表业叫做生有表业 愈言的有表业 什么叫做愈有表业呢 所谓的愈有表业也指的是愈言的声音 比如说我在这里念经的话 念经的时候心里面想念经 然后引发出来的念经的声音 叫做愈有表业的善业 就是愈有表业的善业 然后我如果想说欺语 恶语的话 那么通过我这种狭诈的心所引发出来的什么呢 就是这种语言 所以这个语言称为愈有表业 愈之舍游表 愈之游表舍舍 知文字之自信语言的声音 他的法相 比如说我们要法相按理为什么呢 通过自己发心而引出任何语言 能使他者了知自信的等级 就是别人的语言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语言来知道这个人的发心 知道这个人内在的心理状况吧 所以说他这里的不同点 他们生有表业的话 有不宗认为它是一种心事 经不宗认为它是一种心法 但是我们这个声音当中 小乘也并不是承认所谓的愈有表业 或者普遍在里面或者在外面 没有这样的分析 所谓现在刚刚发出来的这种语言 叫做生有表业这个叫做愈有表业 那么愈有表业指的是声音 那么声音是不是业呢 声音可以说是业 但是真正的业归根基地刚才所说的一样 也是心理上 比如说我念经 念经的声音实际上它是一种善业 但是这个善业实际上是处于它的内心 所以有时候我们身体和语言的善业和恶业 就是有心善的话 身体和语言的这种不善业有开许的时候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所谓的业的根本来自于心 所以语言上直接的话它没有 但是它还是起作用 所以但有些论典当中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有些格鲁派的一些论典当中 他们说是不依靠心理的声音上也有个别的一些业 比如说你内心当中是好心好意 但是内心当中是好心好意的 实际上损害了上师的身体的话 恐怕这个因为是严厉的对境的原因变成恶业 然后内心有恶意 但是直接你的一些行为对上师的身体是有利的话 也是有功的 他们有些论典当中吧 格鲁派的有些论典当中 他们说在所有的业当中不管心 凡是依靠严厉的对境的时候也有一些极个别的 是称为善业和恶业的也有这种现象这是极个别的 一般来讲的话是心善的话一切都善 心不善一切都不善 由不宗以上都是这样承认的 但是也有比较特殊的自己认为自己心很善的 但实际上对方已经称了比如说你这个心很善的 但是已经严厉的对境是僧众 那么损害了僧众虽然你是好心的 但是实际上你损害僧众到底是有利还是无利呢 也是不好说也很有可能 如果真正损害了僧众很有可能变成恶业 这是有些特殊的业 但是只有佛陀才知道这些业的具体分析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语言它是所谓的与优表业 与优表业是这样讲的 下面讲无表业 无表业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矫正依据 还有一个是因大众之差别 然后法之差别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矫正依据 今说三种无垢色 增上为左道等骨 那么我们下面 刚才上面已经优表业 生优表业和与优表业已经分析完了 下面就是无表业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无表色实际上是有一种色法 但是外面看不见的这样的一种色法 前面也是讲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有些色法 这叫做无表色 无表业也是同样的 有这么一个无表业的概念 那么这样的无表业到底怎么样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佛经当中有没有教证 如果有人这样问的话 优众认为佛经当中是有教证 如果没有无表业的话 那么佛经不好解释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佛经当中有什么教证呢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说这个教证是非常多的 佛经当中说是三种 这三种也是无表业的教证 然后无垢色也是无表业的教证 还有增上也是无表业的教证 然后为左道也是无表业的教证 灯子里面还有包含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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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怎么样的教证呢 既然说 必当有无表业 必当有表无表业 那么无表业存在有何依据呢 这是有依据的 这是有依据可以的 经中所宣说有见有对色 无见有对色 无见五对色三种 其中无见五对色不外乎是之无表色 它这里第一个教证 他们首先是有不中的观点 有不中的话他们是这样讲的 佛经当中本来说是有三种 三种色一个是有见有对色 有见有的色我们眼睛也可以看的 然后也有阻碍的 也有接触的 有对的话一般有阻碍的嘛 有见的 有阻碍的一种色法 就像柱子 瓶子等等这些都是眼睛也见的 手也可以接触的 可以有见有对的 然后还有无见有对的 见就是见不到的但实际上还是有阻碍的 这个是我们耳边的声音这些你看的话看不见 实际上它是微尘 应该是无见有对的 然后还有无见无对的 见一见不到的 然后诸碍也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所讲到的他们认为的戒律 这些就是无见无对的色法 还有一个是无见有对的吧 无见有对的话 有见无对的话 见是见得到 没有障碍的话是不是精重的影响还是有四种 恐怕是吧 有四种 但这里面只说三种 那么其中无见无对的色法肯定是无表业 他们认为这是无表业这是一个依据 认为因为佛经当中有三种色 这样的话那么其中的无表业肯定是业 指的是众生相续的业这是一个教证 然后还有一个教证有所说的无垢色 佛经当中经常用的是这个无垢色 那么无垢色指的是无漏戒律 这是一个教证 第二个教证 第三个教证还有精重于 诗生福德恒是增 那么诗生福德恒是增下面都是有诗生福德和非诗生福德 有两种 诗生福德经常要增长有这种说法 诗生福德下面有其中诗生福德和其中非诗生福德 这个下面有教证的 如果这里所说的实生福德恒是游表色与信 如果应该这里所说的是这样 那么自己处于睡眠状态等恒就不会产生了 而是指的是无表色 我对这里所说的不是游表色 如果是游表色和游表业的话 那么因为睡眠的时候比如说他供养经堂有七种诗福德的神 那么这些我们自己处于睡眠 散乱这种状态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供养这些事情 所以他的福德是不能产生的 但是在这里肯定是无表业存在的原因 这是第三个教证然后他们说的第四个教证 刚才颂词里面一个一个在做解释 大家应该能看得清楚自己为作职业道等 也就是说是指的是无表色业 为什么这样讲呢 比如说是别人杀生等当对方断命失恶 说是这时就造了不善业 因此他除了无表色以外均不可能合理的 比如说我自己坐在这里然后我自己念经 然后叫别人杀生叫别人杀生的话 我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不善业的事情 如果这里面没有一个无表业的话 我派的人杀了牦牛 但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为什么有这个罪业呢 我有罪业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无表色的业 无表色的业没有的话 那么我刚才那个琐事者为什么他有恶业 不应该有的当次所爆亏的 见到如定阶段也具有八正道 见到如定阶段的话具有八正道 刚才颂词里面再没有了 颂词上面就有大概四个教证吧 四个教证都是他们解释为这样的 然后下面就是说 灯子包括第一地菩萨见到的时候具有八正道 如果不具足无表业那正义和正业也就不应理了 因为他在入定的时候八正道就可以说了 但是如果无表业没有的话 那么他触定的时候的正义和正业怎么会成立呢 就不能合理的正义和正业一般是从语言和身体上面的行为 当你入定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事情了 所以应该有一个无表业 如果无表业没有的话 那么圣者的八正道也就不合理了这是一个太过 再说 比丘行事他善事业具结 耶福经当中说比丘的心散乱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比丘结圆满具足的 这也证明了如果不存在无表业那么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无表业的业还是要具足的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也不合理的 还有佛经当中是这样的 戒入过河之桥梁 也以为无表业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还有法处说是 也说明了如果无有有表业再不合理的这一点 所以这些全部是无表业的业应该存在的 如果无表业没有的话 那么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这是有不重的观点 所以有不重的观点 他们都认为无表业是一种设法的业 设法的业应该实有的 真实的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下面《诗经论诗》的颂词当中 他就不明显这是有不重的观点已经说了 然后根据他的知识和他自己真正的观点 当然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进步的观点 那么进步的话他虽然承认是无表业 但是这种业是一种加厉的无表业 并不是真实实有的 真实实有的无表业他是不承认的 进步以上也是不承认的 因此只不过是在有些设法的阶段不同 而按理为不同的名词称之为是无表业 他这里有这样的差别 下面《诗经论诗》站在进步的观点 就是解释前面佛经的内容 并不需要像《诱布宗》所解释那样 这个《诗经》当中的观点按照进步的解释 这是最合理的 最恰当的 下面这样讲的阿西利诗经论师说 他一方面波词上面的进步观点的方式来 就是这样说的 这些教证作为无表业存在的依据是不恰当的 无表业存在的依据是一点也不恰当的 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所谓的无间无对业 是指的是灯子里所显现的一种色法 并不是真正是前面所讲到的那样 真正的无表业实有的存在 并不是这样的 他这里无对的这种色法 通过一些瑜伽师的他的禅定修持 禅定修持以后 在禅定当中所显现的一种法 你真正接触的话是没有的 比如说瑜伽师他自己修白骨观 有时候真的显现白骨一样 但是这个白骨随也摸不着的 也是自己的一种幻觉 显现 还有一些灯次力 又显现各种各样清净的这种色法 这些清净的色法 实际上它的灯次力 到了一定存熟的时候会显现的一种不同的现实 这是一种现实 真正的心色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无表业真正的色法 也就是说真正的色法的这种业不存在 它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教证怎样解释的 然后第二个教证刚才那个无垢色 他们认为这是无垢界 真正的含义就是无垢色的真正的含义 是无垢的等次力而显现的色法 无垢的等次力而显现的色法 比如说阿罗汉的身体 阿罗汉相续当中的身体 他们很多小乘认为他的身体 他不会生烦恼 依靠这个身体不会生烦恼的原因 他叫做无垢的身体 无垢的色法 当然有些声闻认为 阿罗汉的身体是有垢法和无垢法 两个都具足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能对置有垢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有垢法 然后他不会起后刹那的烦恼 所以也是无垢法有两种说法 这个我们好像前面也讲过吧 第一篇刚开始的时候也可能讲过 总的来讲他们认为所谓的无垢色 并不是无垢戒律等等 真正的无垢色的一种实有的色法存在 并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无垢色指的是 瑜伽式无垢的等次力所显现的 也是一种色法 就像阿罗汉的身体一样 他活到阿罗汉以后 他的身体在我们众生面前还是显现一种无垢的色法 但是依靠他根本不会生起有垢的烦恼 然而其中非实胜佛下面还是有宣说的 那么这个呢是指的是 依靠殊胜对境的心来 依靠殊胜对境的心来时定胜异熟果报的悉情 存在于心相续中是相续改变的差别 那么这个就叫做 刚才他们认为是增上 增上也是一种无表色 无表业存在的 但实际上这种不存在的为什么呢 他是其中失胜佛和其中非失胜佛呢 实际上是依靠殊胜的对境 下面讲的全部是殊胜的对境 比如说给僧众供养金堂 给僧众供养坐点 供养自聚 还有照顾病人 这些都是殊胜的对境 依靠殊胜的对境 对来世自己相续当中一定会产生果报的一种习气 这个习气种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也就是说自己心的相续有跟前所不同的一种改变 这叫做是什么呢 这叫做是真伤 并不是真正有一个实有的无表业存在 比如说我们有些供养金堂 虽然是这个金堂对僧众的一种事情 但是依靠殊胜的对境 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有不同的一个种子 或者是一种习气染上了 习气染上的话 跟原来的心的相续和现在的心的相续完全不同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变化称之为是真伤 实际上并不是有真正的设法存在 不是有设法存在 他这个第三个教证就是这样解释的 然后自己为作圆满业的意义 以前自己曾经释迁他人 对方正式造业 实质积累了顶得果报的习气 那么这个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我让别人杀牦牛的话 实际上我通过撇遣别人的原因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也是杀下了一个种子 或者有一种习气改变我心的相续 这个叫做为作圆满事业 也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也不会有真正的一个设法存在 它对每一个经的意义做了相信的解释 然而发出所舍是指的以等次力 也是显现的一种设法 这个发出所舍意思 也并不是有真正的无表设存在 通过修行的等次力所显现的一种设法 所谓的八正道真实的含义是 获得是不如谢语 而获得正如正语的因无漏一法 因为获得八正道的时候 不管是获得的时候 也是根本不会说一些谢说谢语 根本不会说出 所以他获得了这样的一种力量 叫做获得八正道 并不是这个时候 有真正的有一种设法存在 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 心思他三世也聚解释者 以现以仪轨受戒之心来受戒 然后心思外三世对之的正念也是存在而言的 他首先是依靠仪轨受了比丘戒吧 受了比丘戒的话 当他心思散乱的时候 实际上真正地守护他的正念还是具足的 比如说比丘他已经受了戒律 受戒律的时候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对境的时候 他的这种真知正念还是比较隐藏的方式来已经存在的 并不是这时候完全地已经丧失了这种正念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并不是真正有一个设法存在的 然后戒入戒河和桥梁的意思也是值得 知知禅而一念承诺不造罪业从而不作破戒的事实的意思 所谓的七种十世神佛 那么下面刚才不是经当中有七种十神佛吧 七种十神佛 那么这个佛经有一个教证就是这样讲的 供养经典堂 作典圣子举 然后护理出品者列经舍不舍 即七十神佛 那么什么是七种神佛呢 第一个是供养经堂 供养殿堂 对僧众供养经堂的话 他这个功德非常大 然后第二个就是供养经典堂的话 经堂和殿堂可能分开吧 一般经堂的话讲经所法的这个殿堂叫做是经堂 然后这个殿堂一般是有佛殿 专门现在拜一些佛像这样的殿堂吧 这个叫做是殿堂可能是这样解释也可以 一般来说希乐园 藏文当中也有希乐园的意思 但实际上供养经堂 供养佛堂这是两个 然后对四方僧众供养坐典 这个将经所法的时候 对他们供养一点坐典也有供的 以后我们将经所法的时候 有些小经堂里面 其他发心也可以 我发心也可以 我们坐典稍微厚一点 不用每一个人都是拿着点子 所以小经堂里面你们以后实在想没办法 我想办法也可以 而且当时没有什么发心的时候 也是佛德自然而然斩生的 所以按照有识宗的观点这是一种无表色 但是我们按照经部宗的观点 这个佛德肯定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是有的 因此你们自己想得到也可以 别人想得到也可以 对这些僧众供养坐典这是第三个 然后供养生活自觉什么牙膏 牙蛇 昨前天有一个宝还有什么类裙 这些都是供养生活自觉 然后护理出病者列经十布施 他不是什么呢 不是照顾病人的护理者 然后布施对病人 还有布施列经 就是处于比如说冰雹 或者出现一些灾难的时候的这些众生做布施 布施方面有三个吧 刚才供养方面有四个吧 经堂 殿堂 坐典 生活自觉 四个供养 然后对护理者和病人 和对列经的众生布施 布施方面有三个 这样这几个功德是实生福德 依靠这个事物产生的福德 所以一般来讲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 因此照顾病人 照顾护理的人还是有很大的功德 有时候照顾病人也是很困难的 他吃得也没有 穿得也很困难 我们男宗和女宗当中有些人都病得确实非常严重 必须要有很多人照顾 有些人病得不是那么很严重 但是他自己稍微有点头痛的时候 好像倒在地上一样的也有这种情况 希望你们病得不是太严重的时候尽量地坚强起来 不要麻烦特别多的金刚道友 如果病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当然不要说金刚道友上师来帮助的话 这是戒律当中也是允许的 释迦牟尼佛经常到一些比丘的住房里面去 杀他们的不敬分经常照顾他们 这是白莲花当中也是有的 所以我想有些病人真的照顾也功德非常大 因此这几天我对病人 医务事比较关心的事情 原因以后已经拿入正规话以后就不用说很多了 因为什么事情呢开头的时候也有一些困难 确实我们这里有些道友钱也没有 到别的医院里面去看的话恐怕花很多的钱 我想别的地方要五百块钱也最多是给他打一个针 树叶 然后给一点药除了这个以外 大医院里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然后我们这里特别严重的病是没办法解决的 一般的有些病我想上面下面的医务是都能解决的 因此你们以后这方面发心非常感谢 而且发心的过程当中应该态度好一点 他们有些说男众那边态度很好 我的心里面也带了一种温暖 我想一个人也是有这样好的印象 大家都对上司三宝起信心 自己辛苦一点也是值的 如果你一边发心得特别特别好 但一边经常发脾气 经常骂人的话 那可能也是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这个医德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发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你看照顾病人和照顾医生 有些医生也是很可怜的天天都病了 今天我作为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 明天他自己病得要命 这种现象也是经常有的 所以照顾医生也可以说吧 刚才十七神佛 佛经当中有这样讲的 然而关于七种非识生佛 非识生佛德也有七种 这个呢 月佛诸语去如同之见闻 听法于识教 欢喜深信心 极为非识佛 但这个可能数的时候有一点点困难 我看 我们看一下 一个是佛陀他这里佛里面 声闻和缘觉都已经包括的 声闻缘觉佛陀 然后佛陀住着的 然后佛陀准备前往别的地方去 欲去准备前往别的地方去 然后趋入道中 他已经入道的声闻和 那么还有到达目的 知识指的是到达目的 那么这个我们听到或者见到的话 也有很大的功德 见到和听到 然后刚才这个是佛陀和声闻 诸者的 取者的 然后在图宗和道道这四个 四个见闻 然后听法的功德也相当大 听法的 然后持教就是受持教法的 那么受持教法的话 对这些三句生起欢喜和信心 总共有七个 前面有四个 然后中间听法和持教 然后对此三句生起欢喜和信心 这样分的话 七个也这样可以 基本上是可以算 但是我看《俱舍论大书》里面 还中间加了一个听法和皈依 持教 生起欢喜心 这样的话 前面的四个见闻 加上听法 皈依 然后持教吧 那么对这些生起欢喜心和生起信心 我们获得了七种非识生的福德 所以佛经当中其中世生的福德和其中非世生的福德 不管是怎么样 还是这些都是功德非常大的 我们实有不实有的话也不要紧 凡是有功德的话也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见到上师和见到佛陀 或者听到佛陀的一些公案 听到佛陀的一些道理的时候 生起欢喜心也有很大的功德 然后自己对听法和俗持教法 我们现在背诵 考试这些都是持教法 所以听法和持教法真的有非常大的功德 这样一来我希望新的意念当中 当然我们现在一方面大家都没有护住 心里也是非常悲伤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还是以持持意恒地去敬禁 尤其是你们在新的意念当中要求 最少也是一门考试必须要参加 尤其是无论的话 你看我们过一段时间给大家还是发下来 所以现在开始这样的话 到时候最少也是背一步应该可以吧 我们有些三步都可以 但实在不行的话背一步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 而且对自己来讲功德也非常大 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些人考试的时候 有些是同样十几岁 但是有些得得九十分的 有些得得十几分 二十分的也是有 实际上我们长在这里都没有什么差别 都用得同样的生活费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精进 有些人认为这些背诵这些都是不用 我好好修持 但你真正修持上面获得很大的利益都是可以的 但我想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些人已经把 《入菩萨行论》 《俱舍论》很多都能背诵了 不背诵的这些人的心里面你们自己比较比较 看看你不背诵在你的收获是不是超过了这些背诵的功德 如果超过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没有超过光是整天都是恨恨恨过去的话 那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听法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思教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现在在这里希望大家还是不要虚度光阴 应该认真的 这次我们考试的话很多人可能有一点欺乏 我问了很多男众女众的一些道友 你感觉怎么样 也许他们在我面前说好话 但是他们都这样认为的 这次很多人不管是背诵也好 讲也好 或者笔考也好都很不错的 所以我想我们方便的时候 因为这次参加考试的人比较多 全部要发讲的话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我想上到三门课的笔考 上到九十分以上也给他们做个表示一下 其他的话可能是 我知道有些时候你们考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全部要给的话有时候也有点困难 到时候可能要表示一下 因此这样的话我们下一年 也就是说新的一年当中 大家在闻思修行上应该是拿出一种勇气来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 那天不是开启修行门飞 你们讲了吧 用牙齿来啃不动的话 用牙齦来啃一啃 还是要搞一搞 试一试看看我这个呢 背诵还是怎么样应该四百轮 我听说现在有些人的四百轮 已经背到十品了 然后如菩萨行门也一直背 有些人还是很厉害的 整天都是背书 看书 特别清净 有些人一说看书背书的话 心里面有一股气 一种气叫哎 这个很累 算了 这样下去有没有意义 大家还是好好地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闻思的世间 有什么样的世间谁也不好说 因此有这个世间的时候 大家还是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 其他没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